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不少没有爆炸的弹药 消防人员难以抵禁灭火 临危受命的英式战斗机从3000米高处投下这枚精确制导炸弹 爆炸形成的巨大冲击波迅速将90米外的火焰扑灭 资料图挂载保时陆激光制导炸弹的英式战斗机 兼于瑞典空军的成功经验 大众机械网战衬为何拥有强大空中力量的美军不能照访呢 F15攻击英战斗机武器系统官员迈克贝尼特斯建议 应该出动可以装载84枚炸弹的B1B战略轰炸机 参与扑灭山火的行动 他表示 选择B1B的原因 不仅是他携带的炸弹多 而且还能长时间在空中盘旋 等待消防队员寻找出最佳灭火方案 报道趁 如果动用轰炸机灭火 从安全角度考虑 可以使用专门的消防炸弹 它的外壳有可燃材料试成 爆炸时会快速分解 避免常规炸弹外壳对周围环境和人员造成的伤害 就灭火效果而言 最理想的弹药是温压弹 它不但会产生比普通炸弹更大的冲击波 而且爆炸时还会从周围空气中大量吸取氧气 快速将度燃剂和火势玻璃 从而达到灭火的目的 除了投掷炸弹外 该报道还建议 可以考虑利用B1B超音速低空飞行 带来的冲击波扑灭山火 出动B1B这样的大型轰炸机 或多架小型战斗机 编队从山火上低空掠过 它们突破阴障时产生的巨大冲击波 足以扑灭山火 而且可以根据需要重复多次 当然出动军用飞机的成本非常昂贵 但考虑到美国山火的严重程度 以及军机可以在几分钟内扭转致命的火势 这些花费都是值得的 魏云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